这种神区机器人的活动范围跟负载能力是不用怀疑的 你去想想车间的航车是不是都是钢丝神驱动的 是不是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有几吨的负载 然后这种结构形式的机构件成本相对全统的关节臂机器人 是无限接近于零的 并且全统机器人的电机跟减速机70%的功率 都浪费在了客服手臂本体自重上 而这种结构形式的电机功率 几乎全部都用于带动了末端的负载 这种结构形式正好差不多是学术界十年前提出来的 从学术到应用十年也算快的了 我相信这种结构形式在未来很快就会全面的走进 马舵跟大负载搬运的领域 各位千万要注意哈 这清华的哥们儿申请了二十几项发明捐利 千万不要来踩这个红线哈 建议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大负载大范围的神区机器人的技术路线 大家完全可以找这个清华的博士付费拿技术授权哈